我想,前面都不用麥克風,我也不用麥克風好了 我應該也夠大 然後,我目前是讀交通大學,然後大士 然後同時我是一間幫持續計劃的實習生 開始介紹前,我想請問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像誰的聲音 有想到某一個人嗎? 好,沒有的話,其實我同學都說我很像金中國 然後我就... 其實讓大家對我印象比較深刻 同時,讓大家能夠從剛梳醒那個山崖裡面抽離出來 好,那我就進入正題了 我今天的主題是街幫啟蒙計劃,還有教育,還有我自己的本身 對,然後就是,如果有些就是有些焦點的老朋友的話 應該也應該有聽過,可能有聽過就是我們的計劃的一個 算充滿之一,他叫Ryan,他有來這邊分享過 就是街幫啟蒙計劃這一個組織 對,然後今天我跟他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我用我的觀點,從我的角度去出發 對,然後從我的經歷去出發去介紹這組織給大家 對,然後就用我大學的時代,大學的時代講起 不是大學時代,我現在是大學 就用我大學講起 我大學,我加入一個很奇妙的很棒的社團 它叫交大三地文化服務團 它是服務,以服務山上原住民小朋友為主要目標的 對,然後每個週末我們都會上新竹堅持武風的那邊的山上去客服 對,然後,其實那時候 等於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教育這一塊 然後我在大一的時候,其實我也沒有想太多 我就是很喜歡山上的那個感覺 很喜歡山上的空氣啊,然後很喜歡山上的小朋友他們的純針 然後很喜歡跟小朋友互動跟他們玩 然後從中間一開始,小朋友應該還蠻喜歡我的 對,所以我們今天很喜歡踩我這樣子 然後就是,對,我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大一的時候其實,我還沒有真正去思考過就是 真正深入去思考過有關教育的這一部分 對,我覺得大一我比較像是 單純在享受,單純在長天 然後大二的時候,因為我們要就是 就是,我們其實山府他最主要的那個活動的主辦跟幹部 全部都是大二的學生 就是他是在,就是中後的客服也是大二在籌備 然後大一比較像是出人力 所以大二的時候,那時候就是我又當社長 然後我就需要就是籌劃各個活動 我們其實一整年有非常多的活動 然後非常地忙 然後加上我們每個禮拜客服 大家可以想像,覺得那個loading有多重 對,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才開始比較就是 思考到教育這一塊 就是,我就在想說,就是我們到底可以為就是 三餐小朋友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就是我們上去,我們總要有個目的 就是我們總要有實際有幫助到他們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在想,就是我們到底可以帶給他們什麼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想到一個 算是蠻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覺得三,就是三下都市的這種教育 有點像是,就是工業革命或那種工業教育 其實是非常的封閉 然後它的目的,其實比較像是在培育書 就是一批又一批的那種工廠裡面的那種基層 也不是說基層啦 就是一批批的員工這樣 然後如果你在學了什麼物理化學 然後在學高生一點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更高級的一個員工這樣 所以它工業教育其實是有一種這種意味存在 然後我們就想說這種教育其實好像 在思考起來 非常的不適合就是三上援助你的小朋友 因為他們從基,就是本質上 他們就跟我們有非常大的落差 這必須要認清的 就是他們的資源,不管是在資源 其實最主要就是在資源 就是在這樣的資源的環境下面 就是你要他們跟我們走一樣的路 就是做一樣的競爭我覺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也非常,就是如果我們上去客服是為了就是 就是加強他們的學校的課業 我就會覺得好像這樣並不是真的在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被迫進入這個競爭的體系之中 然後反而會非常的不適應 然後我們在想說我們的客服應該是要就是更開放更多元 就是因為其實原住民小朋友他們有自己很多的很好很好的天賦 就是我們有看到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好了 就是那時候我在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會客服嘛 然後我們客服完我們都會跟小朋友玩 然後最後會送他們回家 就是騎摩托車送他們回家這樣 然後在回家的路上呢 就送他們回家路上我就 我就我說欸就是跟小朋友打賽啊 然後就乾了 我就隨便就隨口問他 他就說欸你以後想做什麼啊 就是你平常上課為什麼有興趣啊 然後他就說他對美術有興趣 然後我就再更深入問 欸這怎麼真的有興趣那你平常 就是會幹嘛 然後他就說他回家就有法化了 然後他以後想做什麼呢 他以後想做一個就是類似那種手工藝編織 他想要從事那一塊的體驗 就是手工藝編織啊傳統編織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這也非常好啊 然後就是為什麼就是抬到他們就一學 就是應該去學那些就是自然科學啊什麼 就是學學 其實也對啦 但是就是他們應該有更更開闊的視野 可以有更多條路可以選擇 然後應該要有人告訴他們這一點 對他是我們 這算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教育別人 就是自己手腳的教育別人 然後的一些思考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大概就是大概結束 大三升大四的時候 就是其實就是現在 然後再更 再拉往前面兩個月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面臨了跟所有就是大三學生 一樣的就是困擾 一樣的煩惱 然後就是我在 我也面臨了同樣是 升學然後 或是就業這兩個選擇 對 然後理工學不用說 因為理工學大部分 就是直接去念研究所 然後我讀的是運管系 對 運輸管理 然後那時候 我就在想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讀研究所呢 然後我還問了很多同學 然後很有趣的就是 那時候我問他們說 你們要讀研究所嗎 然後他們就 我們班其實是 我們班有四十七個人 然後其實幾乎 只有兩三個不討厭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就問他們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就 硬要研究所 就是你們研究所 到底為了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 就是 他們沒有給我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他們就是 大家都是這樣 然後他好像 好像變成 研究所是一個 必要的一個學力 然後那時候我就 欸 這樣好像不太對 也就是 因為其實我大學四年 讀的 也不是說讀的很有興趣 然後 我也不是 想要 我也不想要把自己 限定在這塊領域 這樣做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我們那時候考試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分數 欸 到這個了 然後就 分進去這樣 所以其實你對那一塊領域 並不是真的 你 很認識 或者是你 就是真的想要 一直奉獻 那塊領域執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研究所的這個選項 我就非常 很猶豫 對 然後那時候 好啦 那我就選擇 我畢業以後要 就是 直接進入職場這樣 所以 那我要 為這樣自己做 做一些什麼準備 做一些什麼努力呢 然後那個時候 欸 這個圖其實就很像 這是一個 異象圖 就是 就是 大家應該想說 有聞過那個 卷軸 那種 卷卷卷卷卷 然後就 就是看到就是那個 就是走那個路這樣子 對 也有這種感覺 對 然後那時候 那個時候 我就要找實習 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 我需要再進入 就是 業界前 我能夠 要有一些經驗 然後給自己一些準備 然後讓自己這個暑假 能夠 充實一點 對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 先倒回去 一開始我只找了 這兩家 對 然後那時候 也不知道是哪來自信 我就覺得我應該會上一家 不然就是 應該會吧 哈哈 可是 可是其實 就是 CCDOMO 它是一個 就是 就是資訊分享的平台 它可以分享 餐廳 分享商店 什麼都可以 它有點類似 愛瓶網 可是又不太一樣 對 然後 微軟大家都知道嗎 然後 可是我後來 就是申請 因為他們 我申請了以後 他們就是 微軟的 它是 就是 好 那我直接挑 我們接到球就好 30秒 然後 我們接到球就好 然後呢 看到這種問題 就是我覺得 我們覺得 台灣的學生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他們缺乏學習動機 然後他們 他們不知道自己將來要做什麼 就是他們 從小學到高中 到大學 然後 他們真的怕出學校那一步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他們找不到 他們自己的方向 他們不知道自己就是 有什麼才能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加快一點 然後我們這四個核心 就是這四個核心 就是這四個核心 核心理念 其實是配合我們的那個 就是 他們要開放學習 所以就是為了解決問題 為了解決問題 而去做的 就是一些 嘗試 做一些激發創意 然後 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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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是一個開放學習的觀念 就是 為了解決問題 而做出的學習 才是真正的學習 不是單方面 可以舔 舔一舔 然後就這樣 好 然後 這是我們 好 所以我們就是接下來 就是我們主要在辦幾個活動 這個是 聖牙探手弄的活動 他是辦理高中生 然後主要是營造一個就是 開放學習的環境給他們 對 然後 會有很多的專家可以讓他們進去也接觸 然後這是小聚會 小聚會的話就是 就是 弄活動算是一個點火的一個功用 然後小聚會的話就是算是 就是延燒 對 然後就是讓那個 就是他們 他們可能在小聚會 在街坊 在弄活動的時候 有一些想法 然後他們小聚會可以 就是我們會邀請專家 來跟他們進去的聊天 跟他們 問答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可以在小聚會的時候 更對他們所 有興趣的領域 就更 更進一步的了解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 那個自公聚會 每個月都有一個自公聚會 每個月都有一個自公聚會 然後我們上次請到 雷娜跟那個 直接大門 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那個 成功資訊 對大家非常歡迎大家就是 持續的follow我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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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